第二屆七葉橄欖球聯賽 第二輪賽事開打 衛冕冠軍台北元昆 對上新北雷迅猛失 是陷入苦戰 由於陣中多名主力球員 參加杭州亞運受傷的關係 元昆本場比賽 由年輕小將圍住迎戰 上半場就陷入了 七比十七的落後 來到下半場 雖然試圖反擊 但多次猛攻都沒有辦法換來分數 最終台北元昆 還是以十二比十七吞下敗仗 其實都是前面都有壓著他們 然後其實最後很可惜 沒有進去 我覺得這場比賽 其實帶給我們很多 可以改進的地方 然後之後我們回去 也會繼續加強 然後面對接下來的 另外一場比賽 很多比賽 我們都會繼續努力 台北元昆輸球之後 是終止了跨季十一連勝 在第二輪賽事一開打 就踢到鐵板 但其實對於團隊來說 也不是壞事 在還沒有輸球之前 就是我覺得大多 可能一些學弟 他們會把自己的心態 放得比較輕鬆 他們可能沒有 就是真的經歷過在 就比如說比分很接近 或是落後的情況 所以對他們來說 這個親身經歷之後 他們有這個經驗 我相信他們在練習上面 或是一些下次處理球的方面 會更積極 然後更就是注意那個細節 將失敗的經驗化為成長養分 期盼正宗年輕的學弟們 能夠更加慎重面對比賽 面對練習 更加進步 等到國少群們商譽歸隊 相信台北元昆的實力 會更為強大 持續朝連霸邁進 我還提到這個報導 線上購物獨特一點 找好東西就上CP Social